梅雨季节对蓝花来说是一个生长的旺季 但同时也是病虫害的一个 滋生的一个比较高的季节 蓝花在这段期间 就是说从六月份到八月份 这段期间它可能如果养护不当 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今天讲的是一个蓝叶白点的症状 蓝叶上白点 前几天就有很多位男友在问我 说蓝花叶片上出现了白色的点点 点状物究竟是怎么回事 要用什么药 其实这个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楚 因为这个白色的点 它有很多种 就作为最常见的 我现在我手边 我手上最常见的就有两种 现在看到这一盆 蓝叶上也是有白点 然后呢 这也是一片蓝花的叶片 是我剪下来的蓝花的叶片 它也有白点 密密麻麻的白点 这两种白点就不是同一种情况 当然在治理的时候肯定是不一样的 那么究竟怎么治理 我们再把镜头放近一点看一下 这样看起来就比较清楚了 这种白点是虫 是虫卵 是害虫 常见的 就是像我手上这个 就是戒壳虫的虫卵 它的 很明显 如果把镜头放近一点的话 它很明显 是阴历历的 产在 产在这个蓝花的叶片上的 从侧面看 它是扁扁的 没有很高的高度 它是扁扁的 就是虫了 这种呢 就是 一般来说 就是发现这种白色的密密麻麻的斑点的时候 就把它剪掉 直接剪掉好了 然后呢 在其他的 其他的蓝株上的去用药 用 戒壳虫的药嘛 就是那个龙子店呢 有很多专门杀戒壳虫的药 我这边 能买到的 常用的 就是一种叫灭阶磷 另外一种呢 就是叫毒死皮 这两种药呢 效果还是蛮不错的 像这种呢 是虫害 不是病害 是虫害 要用杀虫药来治理 再看第二种 现在呢 我把这个白点的蓝叶剪下来 从正面看 它也是白点 跟那个戒壳虫呢 有一点相似 但是它不是它那种密密麻麻的那种分布状态 然后我们转到侧面 这样看起来呢 就明显的不同了 这个白点呢 这个白点这个位置呢 从侧面看过去呢 很清楚 看出来是什么 什么形状呢 像小香菇一样的东西 从侧面看它就非常的明显 它的这些点钻呢 是像小香菇一样的 有散钙 有菌病 这呢是一种 菌斑 它不是跟那个虫害是不一样的 它应该 算是一种病害吧 香菇是一种真菌性的 这些小香菇呢 也是要处理的 它因为它们的根呢 是扎在这个叶片里面的 如果不处理的话 这个叶片呢 就会出问题 那么一多的话 整个蓝猪呢 就会出问题 怎么处理呢 因为它是菌类嘛 所以我们要用杀菌药 杀灭真菌呢 用甲鸡脱布菌 或者是多菌磷 都可以 用浓度稍微配比的高一些 用这些杀菌药来喷 刚才那个呢 是需要用杀虫药 把这两个放在一起呢 是非常明显的 它这两种白点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 你发现蓝花叶片上 有白点的时候 一定要仔细的看 如果是上了年纪的 一些老年朋友 老年男友的话 他们可能他们的视力呢 如果是用弱眼看的话 可能不是很容易分辨出来 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接触放大镜 或者是老花镜之类的 给它放大出来 但现在的手机 也有放大功能 用手机放大以后 再拍摄一张照片呢 就比较好辨认了 它究竟是菌害还是虫害 如果是菌害的话 我们就用杀菌药 如果是虫害的 就用杀虫药 那你判断错了 那你用要用错了 那么治理起来 肯定是没有效果的 就是 这就是呢 关于这个蓝花叶片上 白点的一个问题 再拍摄 传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